很乾淨 在幾十年前還沒有驗樓師出現 那當年人們如何驗樓? 就像我多年的累積經驗 亦沒有擁有任何驗樓師的專業資格 亦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驗樓師培訓課程 就等上樓扮演半天驗樓師 就看看能否幫助自己 免費驗到自己的單位 近來我一位好朋友收樓 就是買入了惠德峰的Grant Monterra 又說叫我幫忙看看 看著看著又叫我跟著 跟著跟著叫我驗一下 結果搞了大半天 好,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我們去的是一個中低層的兩房耿廚單位 大門後面的天花頂就是腫水制的位置 必定要看看開關正不正常 有沒有水積 或內櫳乾不乾淨 但無端端發現了一件五金件多了 我很怕用家戒親手 綠色的堂環就是腫水制 整件箱包得很好 它的膠包到上頂 目的是防止倒汗水的產生 大家可以檢查一下你們的新樓 的腫水制 有沒有包到像這樣 你就知道工程部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因素 一向上樓得自己驗的單位 水是最重要的環節 所以廚房和洗手間 我會用最多時間檢測 先打開廚櫃底去檢查一下 除了看它乾不乾淨 我的檢測由下而上 有些發展商在廚櫃底不見光的地方 只是給石屎熊無禮的算數 雅仔鋪也不鋪 裡面都乾淨 對,乾淨 對 乾淨就乾淨 發展商也送了一件五金件 作為入伙禮物 開了一個 都沒有 沒有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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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台去水過了第一關 合格 還要過第二關去水 好,這裡倒開 你先倒 如果可以的話 再倒幾瓶水進去 更加好 去水沒有問題 沒有沙石 特地找一些濕了的紙巾 圍著水龍頭邊 養著水 交給你 我又特地帶了一個 有支架伸縮的鏡 這個工具 特地用來驗扭 就讓業主自己檢查一下 台面石和升盤之間的膠 打得好嗎 有沒有虛位 有沒有漏打膠的情況 都可以 打得可以吧 把水調到去水位 接著開到最大的水 看看水會不會流出來 如果一個用家 一下子不小心 走開了 而噴吐量 即是去水和來水 不平衡 來水多於去水 就會像現在這樣 向上升 升到過了 那個崗面 就會流到下面 所以我們要將它的 來水較少 好,調節了之後 去水和來水 差不多是接近1比1 所以水位不會再上升 那麼這個冷水 和這個熱水 就剛剛好 這個中間最大 剛剛好 水流得切 接著的測試 是模擬家裡 將會有最多的水排走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去不切水 而出現倒灌 必定要等待洗衣機排水 水位最多 放升盤的水 製造最多水量 最大的水壓 所有來去水 沒有滲水 地頭去水 去得切沒有倒灌 合格 廚房對出 這個位置 這個位 有個洞 這個洞 需要填嗎 當然要 幸好今次找不到任何空股 但在頂上 有兩塊仔仔崩了 需要通知發展商進行更換 還要做外場四周 補回洞 西方的廚房 tower 廚房的磚是很理想的 大家看著它 又沒什麼 其實它本身 放在內的一幅磚 我們在這條搭配線 區域內 就是這裡 這幅磚 比較小 但在廚房最大位置 這個磚 由十字位伸延至一幅 令厨房清潔时容易打理 较早前收到一个Grant Monterra 与这个单位Grant Monterra 究竟有什么不同? 会否只在地砖上的掃口粉颜色不同? 针对这个单位 我个人偏向喜欢深色 因为容易打理 你们喜欢哪个厨房的配色多些 欢迎留言告诉我 没有资源之下 试水怎么试? 谢谢 倒多些 看看哪里有没有氧水 倒多些 倒在右边 好 好 稍后回来看看汽水情况 就知道地台做得斜的好不好 对,波光在温柱下 对,在温柱下 下午有太阳 一个多钟后已经干了 没有地方汽水 每一块砖的斜度做得恰当 科水合格有余 这个位置 掃口未做 哎呀 整条垃圾 掃口 便进入去水位 即是说 这边的位置 便会釀水 而这边的掃口 未做好 水便浸进去 没有 有条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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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这个位置 看看有没有滴水 好 现在开了水流 水流 水流的分度量 不可以 这边便自己想 因为每天洗手 也会有水 氧外 会顺着这边 有时候会走进去 那现在这边 就没有胶 可能这就 不关是发展商的问题 是你自己打不打回胶 打回胶 那里面便会耐心 嗯 但是 埋电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很难 很难录的 埋电这个位 你看 我手指埋 都埋不到 那个胶 胶面 未必进入 洗手间 面盘下面 跟上次 Monjera 一样 这个 收口 未做回收口 我自己在想 没有由上次跟今次同样有问题 就直接向发展商查询 之后 项目经理直接回复上楼 整个面盘底座 是特地设计的 如果当漏水 水都会从蜡蜂流出 裙脚 让业主知道里面发生问题 所以特地用铝支架 承托的瓷砖 作为一个修饰设计 做到面盘贵一体化 当然 可有去说 我有我判断 不是人家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我就特地用我的器材 在裙脚里面探索一下 就是大家在看这个画面 大家看到 浴室瓷砖铺到櫂底部 部分红毛泥的底 特地躺平到 与外面的水平一致 否则红毛泥低过水平 水就养了里面 发臭都没人知道 另外都用把尺度一度 20厘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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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发展商有这样的设计 千万不要用几十年前的方法 用湿地拖拖拖 否则群脚底有机会积水 然后淘汰 多一点 水龙头和长生砖的打架边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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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先轻轻声 而这边 最重要的是 是移动的 而这边 你听到声音是不会移动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打开里面 把枝架调得更紧 令到这块石 后面勾住枝架 不要动 那上面再打收口的掃口 就有意思了 即是说 一裂水在上面 滴进去 培养昆虫 下面整条线 这个位置 没有做掃口 而右边 右边 右边 是做掃口 但表面看 这个枪 长生不太厚 为什么 在浴缸边 这个位置 那么薄 哪个角 打开 开 这枝枝 其实 很厉害 你不要以为 你的枪 看得到那么薄 你是以为 那个枪的厚度很少 其实真正的付钱 买到这一点 去到这一点 都是你付钱买 那我就疑惑了 为什么枪本身 不把枪关移出一点 起码 这边的位置 我可以用到 我来放一些 洗头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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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到的地方 我们看看D单位的平面图 洗手间的枪靠浴缸 而隔壁 而隔壁的C单位 隔壁的A座 C单位 用尽了枪 而B单位 两个洗手间 都是用尽了枪 而A单位 套刺就是用尽 客刺就用不尽 回到B座 主人的客刺 都用尽了枪的位置 真正的原因是 当你开枪的时候 开枪的幅度 会不会碰到压缸机 或者支架 不知道大家选择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走进去主人房看 没什么问题 但看鬼鼠位 就漏造了 当初入到单位 发现 部分长条地板 出现黑色污漬 大部分出现在厨房 对出的走廊位 和大厅 而黑点地板 出现在房间 比较少 当牧民越深越多 越容易藏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些地板 好死干净 什么事都没有 而整个地板的铺工 非常理想 找不到地板又谷起 并没有出现板与板之间的梨纳 地板崩发 粒陷的情况非常少 从地下黄色纸仔 已经反映到 怎么知道黑点是粒陷 还是乌色毛裙呢 这些点 对 这是毛裙 这些是毛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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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潮湿 加上小开窗 也没有什么流到空气所引迟 最重要 给发展商听 进行清洁就可以了 长生都是空谷 位置在大门的后面 里面有两小幅 另外主人房就找不到 在小房方面 就跟着窗边 有两幅 面值是一米成半米 在近窗边的角位 我估计这个填缝胶 就做得没那么漂亮 只要收拾就搞定了 关于长生最问题大 告诉大家 其他地方都是补油 这些软件 就用了一些软件 多谢大家看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 扮这个炎楼师呢? 又数不数得出 我用了哪些工具去炎楼 而这些工具 我们在哪里买到 哪里可以随手去拿到 好 接下来我想做一个系列的教学 关于分享我如何去炎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而这个系列的名字 我还未定到 所以我想举办这个活动 征求这个炎楼教学系列的名称 我会从大家留言里 找一个最适合的名字 这个定名就交给大家 收集了定名之后 我们就一人一票 到最后 哪个票数最高 我就采用了这个定名 为了要答谢这位朋友 如果有一个新楼 那不如我和你一起去 验你自己的新楼 好不好? 如果你的物业都将会收楼 就不要错过 记住订阅 随少人帮助你 省一万多千元 由于这个片的片场关系 今次验的单位 我会在未来的新片上 带大家走运整个单位 下条片见 拜拜 拜拜